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我是Susan 以下的節目內容取材至 市政評論員李正歡文章 於《大紀元》手法 自2023年7月底以來 中共黨魁習近平就行蹤隱避 下落成迷 直到8月22日 習近平抵達南非 出席金磚峰會 才終於延伸 然而習近平卻意外地 缺席了原定要參加的金磚五角商業論壇 習近平行蹤的種種不尋常 引發了多國媒體的密切關注 據悉 習之所以行蹤隱避 是因為他極為擔心自己的人身安全 在打暗殺防政變 而習近平的異常表現 與很多對他的語言有關 其中 最貼近習近平的語言 是鐵板圖的語言 鐵板圖是神秘流傳於民間的一本 極為精準的語言書 之所以名曰鐵板圖 是因為這本書裡面的語言 都好像鐵板釘一樣 釘實了 幾乎成了定告 它正因為高度精準 因此歷來都被列為禁書 鐵板圖中最後一張圖 是預言了中共的滅亡方式 圖上有五隻鳥 其中四隻為黑色羽毛的鳥 牠們已經飛過山幽 而第五隻鳥 牠的羽毛為白色 卻撞死在右側山峰的半山腰上 血淺山壁 情墜落之勢 而且途中還配有一句 白羽毛鳥而撞死在山這邊 外界普遍認為 這五隻鳥代表中共五任黨魁 那四隻黑色的鳥分別代表 毛、鄧、江湖 第五隻白色的鳥則代表習近平 雜的正體字寫法雜 正是白紙上邊一個魚 白羽 那幅圖所表述的最重要的兩點訊息是 第一 白羽鳥是紅朝末代皇帝 逆跡中共會忘在雜的手上 第二 白羽鳥最後會為中共殉葬 無獨有偶上世紀80年代中國一位民間高人 留下的一句話指向了類似的結局 後鄧時代中共的命數將應在 江湖習武這四個字上 也就是說中共會忘在雜的手上 這一點應該說是沒有什麼疑問了 而且現實中正在一步一步應驗 尤其到了雜的第三個任期 中共內外交困 外交幾乎走入了死胡同 中共病毒三年極端清零的惡果逐步浮現 中共國失業大潮席捲全國各地 經濟斷崖式衰退 多地洪水滔天 地震頻發 異仗四起民不聊生 黨國上下淚氣泥漫 民怨沸騰 對於中共異見 好消息幾乎無 而壞消息則一裸裸 紅潮氣數已盡 中共滅亡指日可待 據悉 習本人早已知曉很多有關對他的語言 並對語言的內容 心驚膽涉 擔心自己會被暗殺 亦害怕 勇士後門入帝共所預示的政變 以及萬人不死 一人難逃的結局會應驗 那鐵板圖真是鐵板一塊? 習到底會不會為中共陪葬呢? 筆者認為不一定 但機率不小啊 要探討這個問題 我們接下來不妨先了解傳統文化中的語言 語言是中華五千年神傳文化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從周朝姜子牙的乾坤萬年歌 到熟漢諸葛亮的馬前科 唐朝李順鋒 袁天江的推背圖 宋朝兆翁的梅花絲 再到明朝劉伯溫的燒餅歌 陝西太白山劉伯溫碑記等等 幾乎每一個大的朝代 都會為後人留下一部精準而有系統的語言 再望回頭來看鐵板圖 或者就會發現 他對當事人的巨大警示 以及其中溫藏的玄機和變數 白雨似乎在隱喻習近平 並非是一出來就是黑的了 首先 習在上台前沒有背負血債 眾所周知 毛澤東早就在延安搞整風時 雙手就沾滿了鮮血 而江澤民在上台前 就在支持鄧小平鎮壓六四學生的過程中 就欠下了血債 而江澤民在發動對上億法輪功學員的 殘酷迫害的過程中 更是欠下了一類類血債 而胡錦濤當年的主政西藏時 因鐵板鎮壓西藏民族反抗運動 也導致過血腥事件的發生 其次 習近平是唯一公開表示相信神佛存在的中共黨魁 維基解密曾公布一份機密文件 披露習近平相信佛家的器皓和超自然力量 大家可能還記得 2014年1月7日 習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說 別看你今天罵得寬 小心今後拉清單 這都得應驗的 不要幹這種事情 頭上三尺有神明 一定要有敬畏之心 可以看得出 習近平相信惡有惡報 並相信有神明 再者 習近平在上任後的前五年中 做了不少順天應人的事 比如 拿下了大量和國殃民 迫害修煉人 而血債累累的黨政高官 包括薄熙來 李東生 徐才厚 蘇榮 周永康 令計劃 周本順 郭柏雄等等 打斧過程中風山水起 如有神助 民望大幅上漲 在於 習近平在2013年年底 徹底廢除了勞動教養制度 要知道中共的勞教所 是侵犯人權 迫害好人的一大黑窩 在美國國務院報告 之前美國國務院報告顯示 幾十萬甚至更多的法輪功學員 被非法關押在各地的勞教所中 勞教所中的法輪功學員 佔比高達50% 相信大多數朋友都不會否認 習近平運勢的轉折點 是2017年年底 十九大剛剛結束 習就被江澤民和曾慶雄 安插在身邊的貼心人 王滬寧雄騙著 到上海中共一大舊子 舉著拳頭向馬克思宣誓 將自己的生命 牽給了撒旦 聲稱要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 而且外界注意到 最詭異的音樂 那個就是習不但拜佛 同是亦拜鬼 舉個例子 2019年夏天 在中美貿易戰和香港反送中運動的 雙重壓力和打擊下 習從8月19日到22日到甘肅考察 首站去了敦煌 即俗稱千佛洞的莫高屈視察 不過隨後 習也拜祭了1936年底 在甘肅全軍覆沒的紅軍西路軍 習在11月兵前 還去拜了毛的屍體 雖然20大以來 習近平拿著槍桿子 拿著筆桿子 還握著刀把子 習家軍也佔據了 從中央的地方的絕大多數要職 然而 習近平在2018年所言的 未來可能遇到難以想像的驚濤海浪 卻一語成侵 中共內憂外患遙遙欲罪 國內外反襲 罵襲聲一浪高過一浪 習大權在握 卻草木皆兵 風聲鶴蕾 時事擔心 遭暗殺和政變 可謂寢食難安 2023年2月8日 《日本中央公論》 新社出版了《日本前首相》 安倍晉三的回憶錄 其中 安倍特別提到了 他所了解的習近平鮮為人知的一面 引發國際廣泛關注 安倍回憶 習近平曾說 如果自己在美國出身 就不會加入美國共產黨 而是會加入民主或者共和黨 這一點頗令外界差異 安倍認為 習近平不是因為思想順調加入了中共共產黨 而是為了掌握政治權力才加入共產黨 換句話說 習並不相信共產黨 只是在這裡利用這個黨 保自己手中的權力 因此 安倍認為習是一個強烈的現實主義者 的確 習近平是在這裡利用中共保住自己手中的權力 這一點 相信絕大多數的中共官員也是這樣的想法 在共產黨的體制下 想要獲得權力 撈到好處 那往往只有加入中共 才能夠實現 不過現在共產黨已經成為了 習手中絕對的負資產 掏手的珊瑚 習如果不掉了它 就會被它的血債牽連一起賠葬 這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多多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